大家好 今天我就用一碗小米做一个小时候最爱吃的小零食 香甜酥脆 非常的好吃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小米倒入大碗中 加入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多清洗两遍 然后把水倒掉 再加入清水 再控干水分 再准备把葡萄干放入碗中 加入一勺面粉 加入清水 把它抓洗干净 葡萄干上面的折度很多 用面粉可以把它清洗得更加干净 多抓洗一会儿 然后控水捞出来 再把它切碎一点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碗中准备适量的花生米 再把花生米倒入锅中 用小火慢炒 把它炒至金黄酥脆 把它炒至花生米全部炸开 然后关火 利用锅里的余温 再把它翻炒一会儿 再把它放入漏勺中放凉 放置温热的时候 再把花生米给搓掉 然后把花生米过滤出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保鲜袋 把花生米放入保鲜袋中 再加入一把提前泡好的核桃 用盖板上把它压碎 再把它倒入碗中 再把葡萄干也加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黑白芝麻 这样吃起来更香 把它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锅中拖到一点食用油 然后把小米倒进去 把它快速的给它炒散 然后用小火慢炸 在炸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 使它受热均匀 把它炸成金黄酥脆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控油捞出来 锅中加入40克白糖 加入60毫升的清水 像这样不停的搅拌 搅拌至白糖融化 把它烧至冒大泡 转小火再不停的继续搅拌 把它搅拌至焦糖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入一勺蜂蜜 再继续搅拌均匀 再把小米倒进来 再把果干也倒进来 快速的翻炒均匀 翻炒就转到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 装入沙火油的平底盘中 快速的给它铺平 把它按压的平整一些 然后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把它放在一旁放凉定型 放置凝固 再把它倒扣过来 取出盘子 再把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然后把它摆入盘中 像这样非常好吃的小米花糖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小米花糖小时候最爱吃了 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味道 酥脆香甜非常的好吃 小孩非常的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就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